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YDAIRIE! 不曉得大家還記不記得我們在去年挑選日曆 以及今年發布的日曆短片裡面 都有出現過一個特色的主題 那就是花磚! 那這種花磚通常都被賦予一種吉祥、富貴 這種很好的象徵 尤其到了近幾年,這種美麗的花磚 被不少文創團隊和藝術團隊們給注意到了 他們就開始進行保存、修復 以及將圖案、花色做各種應用 因此很棒的文創產品就要開始各種現身了 那會談到這些背景資訊呢 是想要和大家來分享一下 我們最近認識到的一個新的品牌 叫做捲毛利卡 這是一個在2015年成立的品牌 品牌名稱是金門 還有馬約利卡彩色的結合 那顧名思義啊 他們的品牌就是以金門的馬約利卡花磚來發想的 馬約利卡花磚啊 是早期歐洲國家的陶瓷幼才技術 在日本明治維新時代引進的這項技術 所以不只是在台灣 在馬約利卡花磚的全盛時期 有很多前往南洋的金門人 他們回鄉蓋房子 也會選擇使用這一種美麗的花磚 那捲毛利卡 就把這一些在當地存在已久的老花磚們 給了新生命 變成很多很漂亮的文創商品 比方上是日常可以使用的馬克杯 洗水杯墊 或者是衣服的圖樣 還有像文具控很喜歡的貼紙啦 紙膠帶 明信片 以及書衣等等 花磚部的圖樣啊 被應用在生活中不少的範圍上 那這裡面我覺得最有趣的地方是 每一塊花磚的圖樣 它都有不同的意義 我們來稍微看一下它這邊的介紹 你看這個瓜疊綿綿 這和它的LOGO很像耶 還有這個柿子就是萬事如意 一看就是好兆頭的感覺 好 那我們直接來看這幾樣 花磚在捲毛利卡的美麗應用吧 首先來看一下文具控很常會入手的 請招待 外盒呢就有種我還蠻喜歡的復古設計感耶 那這邊啊有寫到說它是可以兌花的 這也代表著它的上下是可以並排在一起使用 設計呢是挺精美又很有特色 我們這裡有花文是夏天 粉紅香檳聖夏 它介紹上面是寫啊說 聖夏是一杯沁人的粉紅香檳 真的是從中心理念的發想到花文設計 跟配合的恰到好處非常 再來我們看到這個第二樣 是這個吸水杯墊 那它的外包裝呢 繪製上滿滿的花磚圖樣 背後還有古厝的線稿樣式 非常有設計感啊 好 那它的花文是什麼呢 它是有很多很多的美人芙蓉花 它這邊寫 芙蓉花一叢之上 日開樹百朵 召開目落 在召開目落間的相遇 是與你難得的緣分 美人芙蓉花在不同的階段 就會有不一樣的顏色變化 那也象徵著 女孩子在每個階段不一樣的面貌 那你看這個配色啊就是美麗優雅 但是有一種淡雅的低調感 所以呢它不只可以作為一個杯墊 也可以拿來裝飾你的書桌唷 我們就來介紹第三個我們要介紹的東西 那就是我一看上去非常的 WOW的品項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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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這是什麼 是什麼 瓜瓜 它是個A5尺寸的書衣 那其實它包裝使用這樣的夾鏈袋 其實還沒有質疑 對啊我也覺得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 是有很多不同圖文所組成的彩虹 但是這樣子的七彩設計真的是很打中我的心耶 那你可以馬上實際來試試看有沒有適合的本本可以裝下去 好啊 我們來放一下社會科學研究與論文寫作成功秘籍吧 哇超不單的 對 不過試試看 剛好很棒 好像剛好耶 我放版了 抱歉 perfect perfect點是在於我放版嗎 對 perfect 哦 你看一下我們把這種社會科學 這種感覺比較 哇 人文類的東西搭配上像這樣子 藝術類的也是人文類的組合 其實你這樣蓋起來什麼都不知道呢 所以你放什麼書都沒有關係 對啊 你看啊你手上拿了這一本 你走來路上你的回頭率一定超級的高 對文具況來說的確是這樣呢 就算你的人生有一點暗淡 有了像這樣子的書衣啊 好像你的人生也可以增加許多活潑的色彩 你知道你想營造一個文具的風格 對 然後你的椅子 對 怎麼沒有辦法呢 你怎麼辦 我不能接受啊 我也覺得自己做下來的感覺 就是有一種很奮鬥的感覺 好 好像 後面想要幫你加一些激光姐 這下是我們新認識到的特色文創品牌 我們也很感謝朋友們提供金門在地的畫面 還有一種小禮物 台灣真的有很多特色品牌 值得大家多多探險 如果您有認識其他新的很棒的文創品牌 也歡迎告訴我們喔 有任何問題或想法都歡迎在平台或IG留言給我們 好大家再見啦 掰掰